文恩典的经文是菲利比书四章八至九节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 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阿们 接下来由金光畅士班通过视频显示之后 听主任牧师的视频正道肉体的空缺第二讲 亲爱的圣徒们 全世界以及全国之教会圣徒们 之圣殿圣徒们 全世界通过英特网做礼拜的全体圣徒 这些电视的各位观众 今天是肉体的空缺第二讲 我们要找到自身缺失的部分 及时克服 才会配作神的儿女 变得更加得体、完美 以致信心迅速成长 尽快进入领域全林 上一讲给大家讲解了肉体空缺的概念 人在成长过程中 没能正常目睹、感受、实践等 没能完整经历到本该需要经历的阶段 导致基本常识和肉体的能力缺失 以及在感性上离群所居的状态 同称为肉体的空缺 基本常识、肉体的能力 以及在感性上离群所居的状态 同称为肉体的空缺 换句话说 一个人因为耳闻目睹 领受的知识缺乏 或者感受、经验、实践等经历缺乏的缘故 出现肉体空缺的现象 在不同阶段形成空缺 有知识上的空缺 情感上的空缺 实践能力的空缺等 在多种方面出现肉体的空缺 其实所谓成长过程中 没能完整经历本该经历的阶段 并不仅仅是跨过了某个必经阶段 非正常经历某个阶段的过程 也会形成空缺 大家认真听到 发现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 怎样形成了这种肉体的空缺 就可以迅速改正 早晚都要发现 发现是个福 如果一个人在非正常的环境中成长 罪和恶对他的侵蚀 相对比别人更深 这种影响深入骨子里 就像人们常说的 若上了瘾 就会很难发现自身的恶 罪根扎得太深 就很难发现 很难领悟 比如 有的人从小就有偷东西的坏习惯 等他长大 偷了几件东西 觉得无所谓 不认为自己是个小偷 因为就是这样成长的 从小经常说谎的人 有人说了谎话 都意识不到自己在说谎 当有人指点他 他就会反驳 我什么时候说谎了 这种现象就这种 很常见 在理性和感性上 同时出现空缺 以致认识不到那种行为 有多么丑陋恶劣 即使下定决心 遵照神道离弃自身罪恶 相对需要花费更大的毅力和努力 因为太顽固了 所以听了神道 明白那是罪 应该离弃 但相对需要花费更大的毅力和努力 因为太牢固了 扎入不够深的容易拔除 但入得太深 相对来说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更加用力拔除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经常吵架打骂的暴力环境下成长的人 生气时 很容易用拳头说话 他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忍耐 以为遇到不顺眼的事情 就应该使用暴力 以为有人惹他生气了 他就应该出手打人 觉得这很正常 所以对人拳脚相加后 察觉不到自己有错 根本就想不到 人家被打了会有多疼 会有多么痛苦 经常接触淫乱的环境 或与说谎成性的人共处 成长在奢侈 浪费的环境等这些环境因素 也都是一样 在这些不良环境中 在这些不良环境中耳门目睹的一切 不知不觉会 渗进人的意念和行为当中 所感 所思 所行 都会出现异常 即便没有在不良的环境下成长 如果屡次犯罪 就会成为一种习惯 领受真理以后 知道哪些行为会构成罪 却三番五次地追求属肉的非真理 犯罪行恶 良心就会变得麻木不仁 何况已经接待了主 听了神道 明白这些都是罪 却故意犯罪 是指这种人 这倒是罪 还故意犯罪 这倒是至于死的罪 还故意犯罪 又不是不知道必有审判 有天国和地狱 还故意犯罪 这种行为特别恶劣 说信神 那只是有这方面的认知而已 并非真的相信 如果真的相信 首先会领悟到神的爱 明白神怎样爱我们 会有感触 这样的人绝对不会背叛神 明知道这些还背叛神 这个人的心有多坏呀 有多坏呀 一字两字 良心会变得麻木不仁 有些人做错事也不愿承认 好耍滑头 总是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为自己开脱 他们巧妙地编造谎言 对方感觉不到 他以为他这个人很会说话 说话很有风趣 其实他说的很多都是假的 平时爱开玩笑的人 要相信灵 绝对不能开玩笑 要把这种习惯改掉 玩笑话里面有很多假话 开玩笑不编一编就没什么意思 要想逗人笑就要加油添醋 信主的人不能开玩笑 让人觉得不实在 不可靠 感觉这个人爱开玩笑 说话不太正经 只是搞笑 有意思 但说话没有分量 不实在不可靠 这个一旦形成了习惯 明明是巧言吝啬的 为谋取个人利益 编造假话 而面对别人的指责 却狡辩说我哪说谎了 好像口头禅 动不动就说 我说了什么谎话 我什么时候说谎了 这些人应该好而反省 自己里面虚假的根扎得多深 发现才可以拔除 经常发脾气的人 意识不到自己在发脾气 爱发脾气的人 脸上都有发脾气的痕迹 长皱纹 人们为了除皱 做面部按摩 那皱纹已经很深了 按摩也除不掉 怎么才能除掉呢 先改改坏脾气 发脾气的习惯 不要皱眉 保持微笑 有的人眼角上扬 两边都上扬 看起来有点害怕 想要做一名将军 或许看着有威严 但如果想给人留下好印象 看起来比较亲切 那就改改性格 变得温柔 彬彬有礼 那么眼角也会下水 他会说 我只是说了 我该说的话 明明在发脾气 还说 我只是说了 我该说的话 正因为如此 我屡屡在台上 叮嘱大家 既然这么渴慕 成为圣洁 就当只看真理 只听真理 只想真理 我尤其特此嘱咐 我们的学生 和青年圣徒们 断绝属世界上的事 追求属灵的事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大家都学习了 什么是灵 应该都进灵 你可能会说 我不要进灵 就这么简单的 过信仰生活 到时候去天国 不就可以了吗 没什么不可以 但很危险 人在禁灵之前 信仰生活不稳定 总要担心 自己会不会受到试探 会不会犯罪 犯情欲的事 犯至于死的罪 因为随时都会被迷惑 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随说信 担心得不够完全 要成就澄清 和充足的信心 否则 以为自己站在信心之上 也要谨慎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倒 会受到试探 犯罪 这样顶多能去第二层天国 要么去第一层天国 或者只能去乐园 也有可能不得救 落入深渊 下地狱 何必留下这种风险呢 可以选择这么好的路程 为什么非要追求那些不好的呢 这有多么愚蠢 学生如果知道好而学习 就能考上好大学 那他还会偷懒吗 尽力了还考不上 那就没办法 只要学习用功 起码也能保持中等水平 那如果不好好学习 可能都不识字 英文标牌也不会读 从小不明白真理 造成了诸多空缺 现在就应该积极发现改正 既然已经懂得了真理 何必再追求 数世界上的事 容纳罪恶 造成新的空缺呢 造成肉体空缺的原因 不仅只在乎后天性因素 对造成肉体的空缺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还有先天遗传下来的秉性 先天的秉性 我之前举了一个人的例子 他因为天生的秉性 总有负面思维 这负面思维给他造成了空缺 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为此深感愧疚 本该以孩童般 纯洁的心态面对的事情 感到压抑 拿不出充足的信心 我哪有资格求那些 那么大的恩典 怎能临到我 这种心态 始终拦阻他 突破个人极限 这种负面思维方式 搅扰他 无法拥有更大的信心 阻碍他 无法往邻里近身 即便是这种秉性所致的空缺 只要及时发现领悟 转换意念和心态 便可以填充真理 只要在凡事上 像孩童一样仰赖父神 以更为正面积极的态度 让自己得到更新变化即可 拥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 需要注意一点 有的人信心大 蒙受了恩典 但是断不掉亲情 有这方面的肉体空缺 以致生病 他自己没有做错什么 却有这般遭遇 原本可以进零 却迟迟进不去 就是因为有这方面的肉体空缺 按照韩国的传统说法 夫妻是无寸关系 是零寸 是一体 夫妻就是什么亲 父母和孩子是一寸关系 亲兄弟姐妹是两寸关系 这无寸 零寸和一寸之间有绳索 亲属的绳索 丈夫犯错误 就会转嫁于妻子 妻子犯了错误 丈夫会受连累 父母和孩子也互相受牵连 亲兄弟姐妹之间也有绳索 两寸关系也被绳索连接 如果是需要负责任的关系 就会有条绳索 除非断绝来往 比如爷爷和孙子 也有绳索 是两寸关系 假设妻子信仰虔诚 但丈夫信仰状态不太好 甚至犯罪 惹神震怒 犯情欲的事 或者家里有人犯了重罪 惹神震怒 比如丈夫犯了这种罪 那么这个罪有可能转嫁于妻子身上 妻子犯罪会牵连到丈夫 父母的罪会转嫁于孩子 孩子的罪会转嫁于父母 因为他们之间有绳索连在一起 如果祖宗拜偶像很严重 那这个罪被追讨三四代 拜偶像的罪会被追讨三四代 因为有绳索 想要解脱 禁灵就好 灵和肉不会被绳索连着 只要你禁灵 丈夫犯的罪就不会转嫁于你 因为灵与肉不同 属血气属肉的时候会被绳索连在一起 只要禁灵就没有这条绳索 被追讨三四代 那也都是属肉的 犯至于死的罪 圣经上怎么说的 只要你信仰虔诚 爱神 这些都与你无关 圣经写得很清楚 不受任何牵连 只要你好好信神 过好现象生活 和那所说的三四代的咒诅 都没有关系 禁灵就变成属灵人 是属神的人 神会用火焰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 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以致仇敌魔鬼无法搅扰 仇敌魔鬼无法侵入神的领域 那条绳索会被割断 我想好好过西洋生活 但我的父母祖宗严重败偶像 我和他们之间 被绳索连着 害我身体一直不好 不 只要禁灵就好 摆脱属肉的信仰生活 禁灵 禁灵就可以 我不想打盹 我打盹是因为 祖祖辈被拜偶像 害我遭受 仇敌魔鬼撒旦的搅扰 不是这样的 你只要禁灵 就不会受那些搅扰 各位圣徒 其实禁灵之前 谁也不能说自己没有一点肉体的空缺 用真理光照 在大部分人身上都能找到一些缺陷 一直到形成现在的自我 其中有通过父母和祖先遗传的部分 也有从出生到现在 在观察听取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部分 直至形成这样的自我 组成要素大部分都是非真理 自我是指各自里面属肉的部分 自生下来 打造的自我 根据自生下来听到看到学到的打造自我 受到哪些教育 直到形成自我 组成要素大部分都是非真理 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听真理之道 看真理之道 说真理之道 如果有人自生下来一直靠神道受教 或许可以完全用真理填充 但哪里会有这样的人呢 很难找到 用真理光照 就可以发现各位当中大多数人 都没能正确打造自我 导致里面有显而易见的罪恶 也有因固执己见 自以为是的缘故 难以破碎的义 疾义和框框 这非常重要 很多人想进灵 却进不去 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因为有 挤义和框框 未进全灵的人 也是在他进灵后 打造了个人的义和框框 所以进不了全灵阶段 在代理祷告会上 祷告时要发现这些 想想自己 在神面前不合乎的义和框框是什么 要把它攻破掉 这样就好 只要能发现就很容易攻破 有的人被打造为 属上的义和框框 为人善良 没有恶 靠良善打造了个人的义和框框 有的人认为自己是对的 觉得自己在遵行神道 所以认为自己什么都对 就这样打造了个人的义 神是怎样讲的说 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而不是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 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义 辩论是怎么引起的 好朋友也会辩论 夫妻也会辩论 父母和孩子也会辩论 发生争执 伤感情 闹情绪 都是辩论所致的结果 为什么会辩论 因为每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 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还有一种肉体空缺 会迫使人脱离主的教训 只有把这些主意发现改正 才能成为主完美的心腹 主的心腹不容有一点瑕疵 所以说若不填补 肉体空缺就无法见灵 然而在人身上的肉体的空缺 其中有些并不是因对 深层属灵知识的缺乏而至 有一部分人 连最基本的常识和素养 都没有具备 有些主内的人 连世上的人也都具备的 基本常识都没有 比如不懂得餐桌上的礼节 与人交谈时的礼节 公共道德 这里基本常识 吃饭的时候喷着饭粒 溅着口水与人谈话 在幽静的餐厅扯着嗓子大声说话 破坏别人的雅兴 吃饭的时候应该保持安静 可有的人大声喧嚷 吸引外邦人的目光 以前电影里面 也有这些镜头 一帮年轻人 在饭店吃饭喝酒 气氛高涨 热火朝天 另一桌上的人都是黑社会 咱他们吵 就叫他们安静 那些年轻人 年轻气声不服气 继续喧嚷 对方就开始动手 打裙架 以前电影里面经常演这些 因为影响了别人 因为晚点或赶时间 就随地停车 也不留联系方式 深更半夜 在大街小巷 或住宅区 女校喧哗 在饭店售银台 或配餐窗口前 懒得排队就偷偷插队 其实这种事情 不用在台上说 大部分人都知道 是不体面的事 不论信仰 只要有点常识和教养 都能遵守 不过一个人 即使口称信神 可慕圣洁 若不离弃 求起益处的心 也会轻易做出 这样令人羞愧的事 可就连在不信的外邦人 也都熟识的常识性问题上 也不能照顾别人 反而给人添麻烦 不就离近邻相隔甚远吗 今后我会详细说明 有关装扮其被主心腹 所必须填补的 肉体空缺的内容 世人的教养和主的教训 在许多方面是共通的 具备主教训的人 行事自然不会违背 世人的教养 作为主的心腹 若要成全毫无瑕疵的境界 就连这些日常生活习惯 也要逐一检验 完备自己 随着清除心中的罪恶 这类低水准的肉体的空缺 相当一部分都会得到解决 如果发现并填补肉体的空缺 对成圣壁大有帮助 下面简单例举 举例说明形成空缺的过程 亲爱的圣徒们 接下来举具具体的实力 探讨肉体的空缺 到底是在怎样的状况下 形成的 过去一个大家庭 合作在一个屋檐下 人们能够学到该如何 相敬相爱 父母的职责是什么 儿女的本分是什么 通过观察 感受和实践的过程 渐渐学会按照秩序 服侍的美德 以前一个大家族 生活在一起 甚至要管比自己大 三四岁的人叫爷爷 过年要给他磕头拜年 因为人家辈分大 那有时候叔叔比自己还小 父母早婚早育 叔叔又比父亲小很多 这样叔叔可能比自己还小 但从小学了规矩 懂得教养 即使叔叔比自己小 也会毕恭毕敬 主动行李 进入社会也一样 社会企业也讲规矩 职工见到了总裁 就要低头行李 看到总经理 除了总裁 其他职工都要低头行李 都有秩序 公务员也是 在公司也是 在学校也一样 与长辈们一起生活 自然会掌握餐桌上的礼节 会谈亲戚 请安之礼等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礼节 一个大家族 同在一个屋檐下 生活就不变 只是谋求自己的好处 自然学会体贴他人的立场和状况 以及牺牲自我的美德 若没能经历正常的家庭生活 相比之下 肉体的空缺 形成几率就会高 有的人从小看见父母天天吵架 吵得特别厉害 有的人小时候遭父母遗弃 有的人成长在恶劣的环境中受到虐待 或者父母离婚了 一个人若没有成长在一个稳定的家庭 没有体验到爱和信赖 而是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中 就很容易形成不安定的性情和负面思维 于是不太相信别人 又不善于与人交心 处理不好人际关系 跟别人相处不好 很多人从小看见父母 经常发火 虽然对此反感 却潜移默化 自己也发脾气 婆婆管儿媳妇管得很严 而媳妇就想 等我以后做人家的婆婆 不要对她很好 一般都这样说 可她真的做了婆婆 管儿媳妇管得更厉害 现在好像不是这样 我说的是八十年代以前 以前经常说这种话 说管得更厉害 因为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 能不定出现暴力行为 肉体的空缺严重时 性情会变得残忍 以致虐待动物 或犯了重罪 也感觉不到良心的谴责 还有在惧怕和怨恨中 成长的人 在父母身上感受不到爱 因此也难以感受神的爱 难以感受神的爱 听了道 明知道神就是爱 却感受不到神的爱 他们在成长过程中 肯定是形成了肉体空缺 可能缺爱 也不知道怎么缺爱别人 有的人只要说一句 神啊我爱您 就会热烈盈眶 而有的人 即使听一小时的道 神如何爱我们 以至为我们舍出了独生爱子 也不流一滴眼泪 为什么有的人说一句 神啊我爱您 都会掉眼泪 听别人讲蒙恩典的见证 就会善然泪下 而有的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到别人伤心也不伤感 看到别人哀痛也不跟着哀痛 别人高兴的时候 倒是跟着高兴 这些都是肉体的空缺 肯定是从某个时候起 形成了肉体的空缺 要把它发现 并且填补 圣经上不也提到了吗 要懂得与人 别人伤心的时候 能够伤心 别人高兴就可以 跟他一起高兴 可有的人就是 情感哭泽 该掉眼泪的时候 也不掉眼泪 有的人连父母去世了 也不哭 我小时候听说 有些人家的儿媳妇 看到公公婆婆去世 不是自己的父母 怎么也哭不出来 就装哭 小时候听过不少 多愁善感 没有这方面空缺的人 哪怕看到邻居 去世了也会哭 邻居遇到灾祸 也会替他们伤心难过 流眼泪 这才是正常反应 不是吗 还有在惧怕和怨恨中成长的人 在父母身上感受不到爱 因此也难以感受神的爱 听到父神无私的大爱 和主耶稣的牺牲之爱 也无动于衷 没有任何触动 尤其是在这世上 经历过风风雨雨 比如白手起家 付出血的代价 干出一番事业的人们 也会有这种肉体空缺 这种人特别自私 好强 做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 不懂得谦让 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 不求成功 只求成功 应该与人和平共处 却有这方面的肉体空缺 有些白手起家的事业家 付出了血的代价 就是缺爱 不懂得感恩 变得没有人情味 会变成这种空缺 听到主耶稣的牺牲之爱 也无动于衷 没有任何触动 就是因为犯了太多重罪 这方面空缺很大 在他眼里 神是审判的神 可怕的神 这类人表面上看起来 跟常人一样 接待主耶稣为救主 认真过信仰生活 但实际上无法与神 神交也不能相爱 下一讲接着讲 神经